倒過來看 剛剛有講輝瑞 等一下我跟大家談輝瑞 現在先談AZ 因為這兩天確實很多的媒體在報導 AZ疫苗很多國家醫護緩打 注意喔 是緩 它不是拒打或者是直接不打了 那南非非洲 特別是在這個 就是我們的友邦史瓦蒂尼 南非的變種 就是說南非 那個他有個號碼 大家聽南非變種 我們這樣不要有歧視到南非 AZ的防護力特別差 有做出研究 大概只有10% 那10%防護力實力怕什麼 打完以後 10個人裡面有一個人有效 另外9個人沒有 那就不打了嘛 所以它確實是影響了很多的 接種的意願 但是台灣目前確診數也少 那台灣的這個南非種的 這個新冠確診也不多 所以呢也不要因為他國緩打 而台灣就不打 或台灣就拒絕AZ 這我就會先講清楚 指揮中心確實也很辛苦 我們也不要一天到晚 就是從這個雞蛋裡面挑骨頭 那現在有AZ COVAX 我們確實在疫苗上面 沒有領先全球 可是現在能有什麼 我們就面對嘛 但是剛剛千萬講到一個重點 我覺得這個就不能打馬虎言 全世界各國 大家隨便印象想一下 上個禮拜我記得 中國時報的頭版頭 好幾個國家的總統總理 都率先在打 打的是中國大陸製的疫苗 那美國的總統打了沒有 拜登打了 其他國家的總統領袖打了沒有 都打了 那是別人的總統責任官率先打 我們的就不用喔 那他今天講蘇院長是在第二梯子 第二順位 那蔡總統應該也是吧 等一下我去翻翻 他之前講的最早是說 總統和格奎先打 現在是總統的那個打不打 是由醫療小組決定 院長呢是第二梯 那自己呢 就是說如果有勝我再來打 所以意思 責任官的意思是 我們不能隨便亂解讀 可是如果以媒體這樣看 跟他的回答的話 可以記者再追問嘛 因為有些問題我們有疑問 但問了半天沒有答案的那也是沒辦法 像剛剛那個BNT 我就完全聽不到答案 等我再跟大家講 先把這題講完 所以如果疫苗來了以後 我們的指揮官跟我們的總統 我坦白這樣講了 醫護人員是因為 他第一線接觸 特別是專責醫院的人 他接觸到這些新冠病毒的確診者 他需不需要被保護 所以要打嘛 另外一種人是 就算他的風險不高 可是呢 他不能有風險 他是重要的國家的headquarter 他是總統 他是領導人 他是總理 他是院長 他是指揮官 當然要打啊 你就看這個沒有台灣藍綠浴室 也沒有什麼中共投入人 大家知道他意思嗎 總統那總統不用打 特勤小組保護總統幹嘛 你就讓他一個人在路上走路 像梅克爾那樣就好了 我們台灣就覺得總統特別嘛 可是怎麼會那麼怪 總統打不打 指揮官無權智慧 自己打不打 他說我等到剩下再打 院長打不打 說按照提示是第二提示 院長如果講不打 他能強迫他嗎 所以現在是大家都不想打 搞了半天沒有人打啊 會不會搞了半天就是 可能莊文翔發言人出來代打 我不知道啦 我覺得這有一點點荒謬啦 就是說這個事情 還是聽此為中心的 可是這不是只有 我們現在是落後國耶 現在全世界各國都在打了 別人怎麼打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剛剛已經舉了例子了 全世界拿到疫苗的領袖 新加坡 你看那個李顯龍有沒有在打 你看現在這個林鄭月 有疫苗的都打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現在還要做 在我的看法很簡單啦 取得疫苗的過程要謹慎 要積極 拿到疫苗以後呢 總統院長 各機關的首長 指揮官當然都應該打 而且第一天就打給大家看 這樣子民眾才願意接種 不然大家都不敢打 好 我們來看到 剛剛在這個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呢 其實被記者追問最多的 就是在今天早上呢 吳子佳上這個 尾翰的廣播節目的時候 提到了這個 整個疫苗破局 還必須聽疫苗破局的內幕啊 好 那我在講的時候 侯漢廷進來了 好 我cue一下這個 台北市議員侯漢廷 好 他繼續加入我們的討論 好 那等你先做完 我做下來 那我先直接cue下一張好了 好 那請導播給我看 下一張 好 好 說還沒好 沒關係 我就直說了 反正簡單來講呢 就是剛剛陳時中在記者會上呢 其實也有秀出 就是他說這是去年 本來就講的嘛 11月26號 看雅各城的這個洽談破局 結果呢 吳子佳董長呢 在今天早上直接拿出了文件證明 也就是打臉陳時中說謊 因為他有證據 那麼大家在追的呢 就是明明在12月初 你衛福部香港雅各城 台灣雅各城 台灣的信東生計 還有這個德國BNT 一起開了視訊會議 在今年1月份 又開了7次視訊會議 一共加起來8次會議 那這個部分你怎麼說 那麼顯然剛剛 我們看到的時候 在介會現場 陳時中是沒有做到這一題 是不是還是怎麼樣 他整個人真的是有點卡住了 還是說他 有剛剛有網友說 他是刻意的啦 有人說覺得他是不是在裝傻 就是不想要正面的回答問題 有導播說先看那個新聞是不是 現在還在回答對不對 還是坐了一條SOT 好 如果立法委員在2月26號 要去質詢林權的時候 只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林權要說謊 說雅各城不存在 陳時中 陳時中 對不起 陳時中 陳部長 為什麼要說謊 26號他要面對立法院嘛 那我們的立法委員 包括民進黨 國民黨黨都要問這個問題 你說謊幹什麼 說謊的背後一定有某些原因啦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說他會失敗呢 失敗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這個合約就是因為香港 雅各城跑去跟拉線去安排了台灣 跟BNT直接去簽約 這個過程中遭致到違反了 像這個上海復興跟BNT的商務合約嘛 因為他有個代理合約在嘛 對 而且因為這個行為 就是我們台灣政府所做的行為是 透不是指他表面上 所以陳部長講說 我們都是跟德國原廠聯繫的 錯了 他其實是透過了雅各城聯絡 雅各城是誰 雅各城是上海復興下面的分代理 你為什麼不願意跟總代理談 偏偏挑分代理談呢 好這個問題來了 所以其實不是一個中國的問題 也不是中資的問題 主要他喜歡雅各城 那雅各城的背後的背景有誰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看雅各城提出來的一份 在給這個上海復興的一份報告 雅各城的報告裡面呢 他講得很清楚 9月25號的報告 你的這份報告你現在來講 我現在給大家秀一下 我們在電腦上可以秀出來給大家看 這一份我手上的這是本文 大家說有所本 這是本文 農商代代本文 那我把它弄成電腦檔子這邊 把它放大給大家看 這是雅各城 香港雅各城 對 寫給上海復興的 給上海 寫給上海 寫給復興啦 是香港復興的上海復興 我不確定 好好 反正就是他 他往上走 他往上走 他這邊你看他用的是簡體字 他在去年的9月25號的早上寫了一封 我們收到疾管署疫苗採購小組的 石小姐來電雅各城的台灣公司 那他裡面所講到的東西呢 說這個疾管署對新冠疫苗國際形勢非常了解 對BioNTech疫苗能夠盡快上市有期望 所以衛福部的部長 講這陳時中嘛 已經跟德國方面聯繫了幾次 產品方面亦有了解 衛福部說跟信東 衛福部說的跟信東的柯總 就剛剛董事長你講這位 信東生計董事長柯總 還有這個吳委員的反應十分吻合 那裡面就是兩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雅各城的香港跟台灣公司的主要股東組成 都不可以有中資 第二個就是談說落地以後的 零下70度的儲存跟2到8度的運送怎麼處理 所以這份文件 他代表什麼意義 這份文件代表的就是雅各城是 7期的在9月25號是7期的參與而定期做報告 而在報告內容有講的數量也是講說1500萬到2000萬劑 然後呢 他裡面講到了有跟要跟信東的柯總 那就我剛剛講的信東柯總到12月份還在開會嘛 然後還有一位吳委員 吳委員我不知道是誰了 可能是家長委員 我搞不太清楚了 對不對 那可是立法委員可以去調查一下這怎麼回事 然後另外他還有一個更後面的 他強調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他說需要盡量早點供貨 但不能早於香港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竿子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機會更強大